掌声中将搭乘神舟13号升空的三名太空人亮相 唯一一名女太空人成了全场焦点 今年41岁的王亚平 17岁就进入大陆空军成为飞行员 执行过汶船救灾部队战备演习等任务 安全飞行将近1600个小时 2009年投入载人航太工程 第二批太空人选拔经过了层层考核之后 进入解放军 我来自新疆和田地区 我和同学们都看过你的太空授课视频 对太空充满了向往 这次你还会再在太空给我们讲课吗 还想对我们青少年说点什么呢 经过八年的不懈努力 亚平老师终于再次追梦成功 即将带着同学们的梦想和期待飞上太空 而且这次我们即将进驻的是我们中国自主建造的空间站 同学们最好奇什么 最想看到什么都可以告诉我 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探索 去发现 这一次随着神舟13号升空出任务 王亚平也将成为首位进驻大陆太空站的女太空人 以及第一位出舱活动的女太空人 她的队友包括了大陆第一批太空人之一的翟志刚 她早在2008年就执行过神舟7号飞行任务 这一次负责担任指令长 而叶光复则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 我对完成此次任务充满了信心 这份信心来自于一代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 来自于飞行乘主的团结协作 也来自于我11年的努力拼搏 11年拼搏期间 叶光复曾经和来自美国 俄罗斯西班牙等国的太空人 一起参加了欧洲太空总署举办的洞穴训练 在阴冷潮湿没有阳光声音 和太空类似的极端环境中求生 度过六天六夜历时162小时 一口流利英文 还有故作惊讶的超萌模样 画面随着月光复首次升空 登上热搜话题 谢谢谭若仪综合报导